我爸只是一个病人 要钱没钱 要股权 我明白了 他们在找东西 他们是想在离开之前 偷偷转移我爸的股权 偷走他的私章 这两个可恶的女人 我找他们去 哎 涛涛 我心想你这硬刚的性格 但是你不能这么刚 媳妇 你得用这儿 这儿 你用脑袋刚吗 用智慧 要用脑子 哎 嫂子 你太有意思了 用脑袋刚 那叫铁头功 有你什么事 赶紧消失 那我怎么办 我要在这等死吗 我做不到 别急 心急吃点热豆腐 咱们先回家 我 你说 这老田到底去哪了 哼 肯定是那个田桃桃 使得一谋诡计 他那个老公啊 那么有能耐 肯定帮他想了很多鬼点子 对付咱们 难道 他是故意把老田尝起来的 再比咱们走 自己独怪田尚 不能让田桃桃这个贱人得偿 妈 咱们要抓紧时间了 股权转阳书 现在已经盖了字张签了字 就差到商会确认 我们现在就去 我这心里 说没底啊 这股权转阳书 毕竟是假的 商会只认死张和签字 再说了 但股权转阳手续的 不一定是陈江 哪能那么容易遇上啊 真不甘心啊 这住了几年的大房子 就要搬出去了 这公司 也倚到了田桃桃的名下 股权再拿不到手 咱们娘俩 就成熊光蛋了 哎呀妈 我们不会那么惨的 走 不是我看不到陈江吗 你们俩有事吗 啊陈会长 我们是来商会 签出补权转阳确认输的 合同给我看一下 啊给 嗯 确实是老田的字 这司章也是老田的 行没问题 哎 不过 不是说要把这个股份给田桃桃吗 啊 毕竟那只是传闻 想必陈会长 不会横加布兰吧 怎么可能 我们商会向来按规矩办事 只要条件符合我们都给办 至于老田愿意把股权给你们两个当中的哪一位 那是老田的自由 我也无权干涉嘛对吧 陈会长果然公司分明啊 佩补佩补 不过嘛 有个老朋友说要见见你们 见完了之后这股权呢 就是你们的了 谁呀 嗯 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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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给我看一下 嗯 自己很像 四张也有 你们母女俩很能干 不是这样子的 你听我说 我跟雪儿 我们是有苦衷的呀 你听我解释老田 我昏迷这段时间 你的作为不少了 没少为难涛涛吧 那 那倒是谣言 我们现在被天堂到怎么惨了 真的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所以才出事瞎撤的呀老田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措施 就是把你们带回家 我愧得我的人 老田 求求你 原来我 原谅我们吧 如果你能消极 你打我都行 打你 说明我对你只有隔壁 还得请你的话 我不打你 我要把你交给警察 你偷窃四张 反以股权 去监狱里面判回你的罪 我不能去那种地方的 我真的不可以 不可以去那种地方的老田 你打他狠心了 你打他狠心了 如果不是天意的帮忙 淘淘的坚持 所以现在 已经是死诗一句 竟然比 除去一百万的疗养费 我的冲 都是我的冲 是我糊涂啊 求求你放过我们补女吧 是啊爸 爸 我教你余生吧 你真的要那么狠心对我妈吗 我妈跟了你这么多年 她哪样不惊心啊 人昏迷的这段时间 要不是我妈 整个电视一段早就完蛋了 你却只看得到她这么一点错误 她的辛苦付出 你就一点都看不到吗 辛苦付出 我也配着四个字 保持安静化充实 都在下面等了一下午了 自己去 你太狠心了你 雪儿 你照顾好自己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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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干嘛呀 爸 淘导 妈 你没事就是太好了 来天波小姐 请坐 天一也好 给我给你帮忙丈夫淘淘 也谢谢你对田氏集团做的意见 陈会长的告诉 天伯伯 不要说这些天外的话 如果不是淘淘 我现在还是顾家馆人一个呢 哦 怎么说啊 你们 我现在已经离不开淘淘了 爸 您没事真是太好了 像刘敬畏那样的人最有应得 这次我能醒来 全靠你们俩 这几天爸也小了很多 也感觉自己老了 累了 想休息 电视集团总裁这个班 还得辛苦你了 经过这一次的理念 因为成熟 还有天一的帮忙 我就更放心 淘淘 我有礼物给你 这里有陆雪儿跟山监控录像的人的聊天记录跟转账记录 陆雪儿跟转账记录 你是不是皮痒痒了 走吧 你不管我他 老得我熊巴巴的 嘿 淘淘 你决定吧 爸爸不参与了 爸 我不处置他们了 我永远这是你的决定 淘淘 你真的不记恨他们 那么为难过你吗 多说恨人不容易 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 再说 刘金贵也不是一无是处 更何况 您是个重感情的人 不感尽杀绝 是您留给他们最后一点情面了吧 请聚 把车开过来 呦 这不是老熟人的吗 财天忆 我之前不知道你的身份 对你有一些轻视 一直把你当服务员来的 这不公平 你敢跟我正面较量吗 哦 你一定要给我下战书 比什么 李青山 我王氏集团能做到江城数一数二 也不是你说的草包 我要好好跟你比一场 一年为期 我要把GIA的招牌 丢出江城 哈 好大的口气 王浩 就这么办 一年为期 在电商领域 我等着你大展前讲 一年为定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我会准备会长发 王鼠集团所有的 女华 人不许 死吗 你真的愿意 竞争 首先从公平开始 我可不想占你们的便宜 谢谢 媳妇找什么呢 你看见结婚证了吗 我记得我明明带过来了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奇怪 那放哪儿了 怎么 你还找结婚证 又想跟我离婚是不是 不是 我是想买一个房子 作为我们的新房 好吧 跟我回龙城吧 啊 那不行 江城是我的家 而且我现在还是 田氏集团的新总裁 更何况我爸爸还在这儿 这我都帮你考虑好了 到时候你跟我回龙城 咱们把田氏集团的总部 放到龙城去 爸爸你接过来 总部 可是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设立总部和分部 以我们现在的业务容量 没这个必要 田涛涛 你看看这个 要跟田氏集团签订15年的合作协议 合作项目100多项呢 当然了 这个我可是高要求 在这方面 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 如果不通关 照样给你打回去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过不了关呢 但是 我去了龙城的话 那谁来照顾江城呢 我相信 你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了 谁啊 陆雪儿 你开什么玩笑 那不行 他是把我吃了怎么办 一个人在硬扶贫的时候容易抓虾 如果他愿意自食其力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成为一个不劳人祸的人 不行不妥 我才不听你的呢 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 因为 我会要找新人接班人了 我这么年轻 找什么接班人啊 爸爸跟我们说了 我们准备 有孩子 我们得努力 翟天忆 你这是一步一步给我下套的是吧 难道 这不完美吗 不 这样 一点都不完美